中共第18次全国代表大会8日开幕 但大陆股市没上演庆祝行情 上海和深圳两股市双双下跌近2% 其中上阵综合指数更跌破了2100点大关 美中经济及安全检讨委员会 在提交美国国会的2012年报告出稿中表示 纵观全球永和国家 中国是唯一持续扩张核子部队的国家 中国部署核三角中的潜舰核弹 可能对东亚周边地区带来重大影响 也将使中美关系更趋紧张 继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周三 批准美国商务部在今后5年 向中国太阳能板征收反清销税和反补贴税 欧盟表示应欧洲厂商的要求 将对中国太阳能板生产企业启动反补贴调查 中共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正式接棒情细 由自由西藏学生与国际西藏网络 拍摄一段仿江南style MV 那种讽刺习近平面对西藏人民日益高涨的政治诉求 只会动用逮捕手段 连市井小民及喇嘛都看不下去 加入百抗行列 新唐有电视整理报道